1983年 考古学家在河北邯郸的一座古城遗址中 竟发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条城市中轴线 这样的一种设计实际上是曹操的创建 隐于地下的潜伏城门 雄伟壮观的铜雀三台 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 这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 我们发现了两座城 这两座城大概成一个日子形 我们叫夜北城 夜南城 佛教埋藏坑 精美壁画墓 2000多年前的夜城 究竟发生过怎样的故事 夜城是我们建文学的发祥地 都城规划的造势地 多元文化的碰撞地 佛学红堂的中心地 本期考古公开课邀请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力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沈丽华 带领大家一起走进 同学春生古叶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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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有故事 文明有温度 让我们分享古老的秘密 让我们踏上发现的征途 欢迎各位来到 新一期的考古公开课 欢迎大家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跟一座城 一条和紧密相关的 一段过往的历史 非常有趣的地方 古都叶城 这个叶城啊 据说是从上个世纪的 八十年代开始 进行考古发掘的 考古工作者在这里 非常惊讶地发现 原来在这座城里边 有中国最早的中轴线的设计 而且和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 一位中国历史上的人物 息息相关 有一句话叫 说曹操曹操道 叶城跟曹操有关系 说这条中轴线啊 就是曹梦德先生 当年亲自规划的 就此也让我们看到了一座城 叶城究竟有着 怎样辉煌的过去呢 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 位于河北省邯单市 林璋县西南的 叶城遗址 由南北相连的 叶北城和叶南城组成 叶城始祝于春秋 东汉末年 曹操占据叶城后 对叶城进行了 全新的规划和建设 开创了中轴对称 分区布局的先河 叶城也由此被誉为 都城规划赵史地 其作为曹魏 后赵 阮魏 前淹 东魏 北齐的都城 成为六朝古都 历时近四百年之久 一度成为中原北方地区 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 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经过四十余年的 不间断考古 叶城遗址出土的 佛教造像 五藏 壁画 等大量精美文物 成为古都叶城 辉煌过往的重要见证 一幅幅生动的历史图景 由此被徐徐展开 那这是一座什么样的城 真的是曹操在这建城 然后规划的这条中轴线吗 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到 今天的第一位主讲嘉宾 让我们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的副研究员 欢迎沈丽华老师 欢迎沈老师 年轻的考古工作者 我们说到这个叶城 大家努力地在自己的脑海里去想一下 你们曾经学过的 比如说历史故事 或者学过的一些文章 跟这个叶城有关的 能想起什么事 来 三国时期特别有名的一处 叫童雀台的地方 好像是在叶城 童雀台 童雀春生索二桥 还有一件事 先能想起来 跟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有关系 西门豹制叶就是叶城 当声鼓励一下 当声鼓励一下 我们请沈老师 先简单地带领大家回忆一下 西门豹制叶 好啊 这个西门豹制叶 讲的是战国初年的时候 魏文侯启用西门豹做叶令 一方面破除和波曲夫的迷信 治理这个张合 但另外一方面呢 实际上是对水自然的这个利用 大家都知道这个大禹制水 还有这个李斌修制的都江燕 对后来的这个农业的发展 产生了很大的这个作用 新豹在叶城这个区域 它对张合进行管制 因为张合它总是泛滥不定 而且新豹修了一张十二区 是我们文献记载最早的灌溉水区 对于水文的建设 也影响到了叶城周围的 整个的生态环境 包括它的农业生产 我想叶城后来慢慢发展起来 跟新豹治水是非常有关系 对对对 也正是因为新豹它治理叶城 对当地农业的这个推广 所以后来老百姓们 修了很多的祠堂去纪念它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另外一件事了 关于曹操和叶城 关渡之战之后 曹操就来到了叶城 但有个很有趣的问题 曹操是携天子以令诸侯 对 他把这个汉县地安排在了许昌 为什么自己跑的叶城来了 其实跟刚才的新豹治也有关联 因为新豹治也之后 这个冀州 我们现在叫河北 农业的发展是地上变得特别的富足 东华末年占据这个冀州的是这个袁氏 他呢实际上以叶城为他的这个首府所在 然后在经营 而实际上袁绍在占据叶城的时候 也有南下公伐的这种野心 他的谋士也给他献策 要携天子以令诸侯 但实际上最后曹操做了这件事情 而当曹操他占领许昌之后 许昌这个地点不是特别的好 四周都是会受到很大的攻击 所以他就北向公伐 跟袁绍发生了很大的一次战役 关渡之战也是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 就著名的以弱甚强 以少甚多的一次战役 曹操在关渡之战之后 利用火烧乌朝等一系列的旗席 他取得这个胜利之后 就一直往北进攻 攻下叶城之后 就从此开始以叶城为根据地 开始他的这个都城的 这种经营和规划 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叶城作为北中国的一个政治中心 越来越凸显出 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当中的 重要的作用 曹操究竟是如何来迎见叶城的 那么在我们的考古发掘当中 又为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呢 我们接下来把舞台 留给沈老师掌声合取 1983年的时候 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联合组织了叶城考古队 开始入住叶城开场考古工作 刚才前面提到了张和 张和对叶城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整个叶北城区域在北上末年 因为都城毁废了 没有人在管理这个叶城 所以张和就开始不断地泛滥 我们现在在叶北城的地面上 看到的大量都是流沙 古代的遗迹基本上见不到 对于这样一个地面 看不到遗迹的城市 我们应该怎样去开场考古工作呢 我们发明了一套 有点极限到面的工作方式 如果我们把一个城市 跟一个人来比较 想象一下 就是我们对一个人进行了解 首先肯定是骨架 对于一个城市而言 它的城墙就相当于是我们的骨架 我们通过勘探了解到了 这个叶北城它的平面 大概是不规则的长方形 它的这个北墙 东墙 还有南墙都是比较直的 但是西墙有点折拐 所以造成了这个北墙和南墙 不一样宽的这种情况 叶北城它的东西 大概是2400米到2620米 南北大概在1700米 它的整个面积将近5平方公里 通过发掘了解到 城墙的宽度大概在20米左右 除了城墙以外呢 我们在叶北城的南墙的底下 发现了一个特殊的建筑设施 我们给它命名为潜伏城门 它是一种特殊的结构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张根据我们的考古发掘 做的一个复原图 中间高起的这个地方 就是叶北城的南墙 右侧是城的内侧 也就是曹蔚叶城的城里面 而这个外侧是城的外面 这个潜伏城门 是从城墙的底下穿过的 这个通道挺宽的 它的东西大概有3米多宽 而高有将近3米7的高度 这么大的一个通道 军队从里面穿行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大家都知道 我们古代的兵法里面 讲究出其不易攻其不备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士兵们在城墙的顶部 进行防御时 敌人攻击到城墙下方 如果我们有一支特殊的部队 从地道里面出去 然后经过战壕上升的地面 它就可以和城墙上的防御的士兵 行政前后夹记的形式 对于敌人而言 就是起到非常大的 这个震受的作用 潜伏城门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发现 这是发掘的现场的照片 还能看到这个门的设施 它是一个通道 通道它不是平时都是打开的 它实际上有一个门 会给它进行阻挡 当然了 就是因为这个张河的泛滥 地下潜伏城门 破坏得很厉害 除了对这个城墙 我们有了认知之外 我们又通过大咪的勘探 了解了道路 而道路就像人的这个血脉 我们通过这个大面积的勘探 了解到了这个叶北城里面 一共有六条大道 其中东西大道一条 南北向的大道 还有五条 其中在南侧的大路 中间的这条道比较宽 它大概达到17米 除了这个道路以外 我们还发现了 很多的这个建筑机制 它散布在这个 城的北半部的核心区域 其中呢 比较重要的 比较有名的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铜雀三台 铜雀三台保存的不是很好 张河泛滥让整个叶城 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 铜雀三台 现在在地表上 只剩下一个半台子了 哪一个半台子呢 其中这个金虎台 就是铜雀三台 最南侧的这个台子 保存的还不错 金虎台北侧 就是著名的铜雀台 其实只剩下一个 很小的一个角了 但是呢 我们现在看到台子 是不是古代的全部 因为文献中记载说 三台非常的高大 然后说 师则三台相通 费则中央玄角 那具体是一种 什么样的情况呢 通过考古的勘探 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 金虎台 它南端的这个残壮 现在剩下的金虎台 南北大概有120米 东西有80米 然后高只有12米 但是我们勘探发现 古代的地面 比我们现在地面 要低将近10米 大家可以想一下 把这个10米 加上现存的12米 就是22米 文献中记载 铜雀台的高度是10丈 10丈按照秦翰的尺度 大概是23米 22米和古代的23米 其实是大致吻合的 铜雀三台 它还是比较大的 其中像这个铜雀台 它的边长 大概达到了140米 一个组长还要大一些 南侧的金虎台 和北侧的冰颈台 略小一些 但是它的尺度 也达到了120米左右 铜雀三台 它除了规模大 在当时使用的功能 它之所以在后来 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跟建安文学 跟三朝有莫大的关系 铜雀台刚建成之初 曹操就率领群臣 在上面进行宴会 而同时命令群臣 和他的孩子们 去赴诗赞美三台 像这个曹植 就做了登台妇 大家都耳熟能详 南美朝之后 铜雀三台 就成了一个文化的符号 很多很多的文学作品 也因此而生 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还讲到了 东风不与周廊变 铜雀春生索二桥 这些大家应该是 非常非常地熟悉的 在军事方面的作用 因为它是在 叶北城的西北的制高点 所以它可以对全城 起到了防御和控制的作用 基于这些考古的发现 我们对城主进行了复原 整个城市非常地规整 它的特点在哪呢 一个是有明确的功能风区 再一个呢 就是它形成了单一的功臣 而在功臣的两侧 西侧写着同学园 这是皇家园林 东侧标着气底 这是贵族的聚居区 整个城市 通过这个金兵门 到监春门这条大道 分成南眉两个部分 南侧是一般居民的聚居区 而在这个东西大道的南侧 大家可以看到 从中央门开始 到指车门 到端门 形成了一条中轴线 这样的一种设计 实际上是曹操的创建 也就是说 曹操在监安九年 入住叶城之后 他是先规划 后建设一个都城 我们知道 更早的有东汉洛阳城 还有西汉长安城 它都是有很多的宫殿 为何而成 比如像西汉长安城 有常乐宫 卫阳宫 贵宫 北宫 诸多的宫殿 而即便到了东汉洛阳 也还有南宫和北宫 但是到了曹操夜城这个时期 曹操进行了新的一种格制 就是只建单一的工程 以工程为轴心 来布置整个城市的布局 总体而言 先规划后建设 这种都城模式的设计理念 是曹操的串举 曹操夜城的规划 严谨合理 它创立了贯穿全城的中轴线 创立了单一工程制度 创立了区化规整 功能有别的设计理念 这种整体的都城 突出统一规划的这种轴线 更加凸显了单一工程的核心地位 而且改变了两汉以来 宫殿和崖树分散 道路曲折诸多不变 曹操夜城 是我们现在已知都城中 建立中轴线的最早的实力 曹操的这种创制 对后来都城有很大的影响 公元220年 曹操去世了 他的孩子曹丕建立了曹魏 这时候把夜城变成五都之一 曹丕的这个都城在哪呢 在洛阳 我们发现曹魏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模仿夜城 进行单一工程的设置 创立这种中轴线的这种格局 其实夜城跟洛阳 有很密切的关系 我们后面一会儿会讲到 这个夜南城 这个我们的夜南城 它其实就是从北洛洛阳城发展而来 好 谢谢大家 谢谢沈老师 谢谢您 刚才老师其实透射出来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捕捉到 我们今天讲到的是 曾经的北中国的六朝 故都夜城 它大概的范围呢 是在今天的河北的邯郸 到河南的安阳之间 这么一个广大的地域 但是刚才老师说到了 这个夜北城 这个就非常的有趣了 难道这个夜城 是分成两块了吗 对 就是根据我们的勘探 我们发现了两座城 这两座城大概成一个日子形 日子形 对 前后依着 北边这个城稍微小一点 我们叫夜北城 南边这个城我们叫夜南城 大家注意到 我在表述的时候 我没有直接把夜北城 说成曹魏夜城 这两个城是有区别的 夜北城 它从曹魏时候到十六国 到东魏北京一直沿用 大概沿用了将近四百年 而这个夜南城 是北魏分裂 高欢携持小皇帝袁善建 从洛阳迁都到夜城 建建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城市 就是夜南城 所以夜北城和夜南城之间 其实是有时空跨度 差了多少年 大概 夜北城从公元204年 到公元576年 大概四百年都在用 而高欢迁都过来 是公元534年 实际上夜南城 他用的时间不长 大概就是四十多年 大家有什么有趣的问题 或者特别感兴趣 想跟老师交流的 老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 我想问就是 关渡之战之后 为什么曹操会选择 夜城作为他的都城呢 您跟我们说说 曹操是怎么想的 夜城它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地理位置好 再一个历史积累好 为什么说这个地理位置好呢 我们现在从北京这个出发 往南走 早年像这个有金汉铁路 京港澳高速 到现在包括坐高铁 都只能顺着太行山这线走 红色那部分主体是山西高原 然后这个绿色的部分 就是华北平原 中间南北贯穿的 大概将近有千里 就是太行山 从这个平原到太行山 很困难 但是夜城早好在南边 这一线上面 从南往北 从北往南 都比较便利 土壤隐隐约约地 有一条这个浅白色这个线 这个线就是我们的母亲和黄河 黄河孕育了我们的中原文化 黄河从陕西 河南一路过来 它正好从夜城南侧通过 形成了一个十字焦点 而夜城就在这个十字焦点之上 所以从曹魏到十六国 到这个东魏北齐 都想选择夜城 作为这个都城的所在 对 而且它是紧贴着太行山的东路 一旦发生战争的话 它起码不用父辈收敌 对 军事上也很重要的位置 对 还有一个就是张河 张河在北边 它一方面对于这个农业的灌溉 有好处 但是同时呢 它其实也起了一定的防御的作用 对 所以像冀州 袁绍占据冀州的时候 说冀州人口非常的众多 而且粮田非常的肥沃 这样的话就给奠定了一个 政权的一个基础 所以夜城被曹操选中 实际上是他先天的基础所在 对 北方的重镇 卧野千里 大屏幕让大家看到的 都是在考古发掘过程当中的 重要的一些出土的文物 我们也请老师跟我们讲一讲 先来看第一张图 这个图很可爱 它是一个人点的一个形象 这样的物件很特殊 它呢出在我们刚才提到了 潜伏城门这个地点 大家想到了潜伏城门是一个地下通道 它不会有建筑物 那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建筑构件呢 它又是什么时期的呢 我们在夜城的周围做过发掘 像在北朝墓群的区域 我们发现了十六国时候的瑶旨 在瑶旨里面 我们发现这样的半人面 和大赵万岁 大家知道就是说 写万岁又写大 那不会是一般人 而在夜城的历史上 能在王朝层面 能跟赵家对应的 只有后赵这个时期 所以基于大赵万岁 这个构件的确认 我们考古学上会讲 这个遗物的共生关系 所以这个半人面这个构件呢 我们可以判定 它是后赵十六国时期的 但是它的具体的功用 现在还不太清楚 我们看下一件东西 这个是吃手 我们在铜雀台发现的 它实际上是这个 高台建筑上的一个构件 它用来平衡高台建筑 因为铜雀三台非常的高 它大概有二十多米 可以想象一下 二十多米的一个台子 如果没有个栏杆 不管你恐不恐高 站下面就挺可怕的 所以当时的古人 在高台上 他建了一圈栏杆 这个栏杆 它直接立在这横肚上面 不稳定 就需要这样的吃手 来进行一个纵向的拉伸 而且大家可以注意到 这个吃手的嘴巴里面 是没有动的 不会涂水 对 所以现在我们说 故宫太和殿 那个千龙涂水 实际上根据我的研究 应该到明代 甚至到清代 才出现这样的改变 而且这件吃手 它是高台的 四方台的脚上的 所以它要比其他的吃手 要更大一些 更突出 就是这个东西 它出在同学台 大家自然会觉得 它应该是曹魏时期的 都会这么想 但其实呢 但是是的 后来我们 在更多的发现之后 台积的四周有吃手 这件吃手 跟别的吃手不一样 是因为它使用位置的差异 如果大家在去故宫的时候 大家注意一下 脚吃手是非常大的 一个瘦蹲着的 而且它是两个前爪 要伸出来的 对 有前爪的 这个基本上到元代之后 才开始出现这种变化 它这个就是 只有一个脖子 只到脖子 对 但是它特别地长 对 而且这种瘦手的形态 包括它的鬃毛 然后还有它这个鼻子上方 中间圆圆的 然后外面是一个 有点弧线这种形状 很像我们佛教里 所谓的摩尼宝珠 所以就是结合我们新的考古发现 来判断 我认为这件吃手的 应该是东魏北七时期的 好 我们谢谢沈老师 带来的精彩结束 那也就不由得让我们想想 这个考古发掘当中 还有叶南城 有什么精彩的发现的 我们请沈老师 先休息一下 掌声送给沈老师 好 那接下来 我们有请到今天的 第二位主讲嘉宾 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 叶城考古队的负责人 让我们掌声欢迎 何立群老师 何老师辛苦了 何老师在叶城这儿 工作了多久了 今年已经22年了 22年 真是啊 把青春都奉献给了叶城 怎么样这种 跟古人的隔空的交流 您的感受怎么样 其实我们刚刚到叶城的时候 并没有觉得叶城 有那么辉煌的文化 但是现在反而是我觉得 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工作以后 还真的发掘出了叶城的 很多非常有价值的 这个历史文化遗产 我觉得其实是 补全了一段历史 我们的考古工作者 艰辛地努力 让我们重新看到了 2000多年前的 这段辉煌的历史 特别地感谢你们 但是之前我们要问个问题 就是有了叶北城 为什么又要修叶南城了 那就是公元534年 北魏封列城 东魏和西魏以后 东魏的全城高欢 就是后来北齐政权的建立者 他们迁租到了叶城 40万户都迁过去了 叶北城它的面具比较小 又经历了16国的战乱 另外从路上又迁去了大量的人口 叶北城已经不足以容纳那么多人口 在这种情况下 就在叶北城的基础上 重新扩建了南城 在修建了叶南城以后 叶北城还在继续使用 叶北城的南墙 就是叶南城内城的北墙 它们是一体的 功能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这个叶南城 叶北城的修建当中 城市规划上没有哪些特殊之处 而且在叶南城的考古发现当中 又有哪些震惊带给我们呢 我们接下来继续跟随着何老师 去感受一下 掌声有请 非常荣幸有这样一个机会 来在这里向大家介绍 我们叶城的考古发现 与相关的研究 首先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叶南城的布局情况 我们从80年代开始勘探 一直到现在 我们就一步步了解 这个城市的中心所在 比如说宫殿区在什么位置 城市的这个城墙 城门 以及它的主要的交通路线 水系等等 就为我们恢复 这个叶北城 叶南城的 整体的结构 布局情况 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料 我们最核心的区域 就是大家看正中心的工程 在工程外面 这个蓝色的那是叶北城 下面浅绿色的是叶南城的内城 它的东西大概就2800米 南北大概3400米 在这个叶北城 叶南城 内城之外 还有这个更大范围的外郭城区 外郭城区的范围 东西二十里 南北二十里 这是我们大致推测出来的 这种城市布局结构 就开创了后代的 我们所说的工程 黄程 外郭程 三重城圈 我们通过这张图就可以了解 这个叶城的整体的平面结构 第一个结构 我们就说工程居中 第二个很明显的 大家可以看这个中轴线 从工程出来以后 我们经过了内城 到达了我们的朱铭门 朱铭门是我们叶南城 中轴线上最重要的节点 朱铭门下面 这条中轴线就通向了 这个叶南城的外郭城区 从朱铭门向北这条轴线 就进入了它的工程区 所以我们说通过这张图 我们能看出来 叶南城的一些 平面的总体的特点 这张图片大家所看到的 就是发掘结束以后的 平面结构图 这个城门是三个门道 两侧可以看到那个雀台 就是朱铭门这个遗址 可以说是在传国最早的 在这个城门前面 立双雀的这种实力 对我们隋唐以后 这种城门的建设 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我们还可以看到 朱铭门当年发掘的现场 这张图就是发掘过后 就是通过古建筑学者 对朱铭门复原 而现在的叶城博物馆 就是仿照这个 朱铭门的复原图进行建设的 另外这座城呢 也有很多比较独具特色的地方吧 发现我们叶南城这个内城 是一个弧形的 它不是硅硅的长方形或正方形 不是一条直线 这个是文献有记载的 就是讲修建叶南城的时候呢 就各种奇异现象 其中梦到了神龟 它是以龟背的形状建设出来的 我们在这个弧形情况 特别插着东南角西南角 大家可以看到很大的一个弧形的拐角 每间隔一定距离 具有我们所说的突出于城墙的马面 在这个城墙外围呢 还有很深的豪国武 这些实际上都是为了这个军事防御的目的 从15年开始 我们对这个叶南城的工程区 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 其中最重要的几个收获 简单给大家说 就是我们明确了中轴线上的 一系列的大型的建筑 然后我们确认了这个内圈的 第一圈的这个工程 但是我们目前能明确 这个南北一千米 东西这个三百多米 第一圈的工程墙 之后就是我们所谓的大朝所在 太极殿东西堂 就是举行国家重大典礼的时候 这个皇帝举行活动的地方 在太极殿东西堂后面还有遭阳殿 再往后就进入了 我们所说的后宫区 叫显阳殿和宣光殿 我们从2017年到2021年 就在东魏北齐的这个工程区的后宫区 发掘到两座大型殿堂仪 编号是206号大殿和209号大殿 它的地位就相当于北京故宫的 前秦宫和昆秦宫 所以东魏北齐时期 皇帝皇后日常起居办公的场所 通过发掘 我们可以看出它很显著的特点来 从院落的主体建筑到周边的附属设施 都是严格地按照中柔对称的原则 进行规划设计和建造的 建筑的规模非常宏大 然后它的结构非常严谨 同时它的功能非常齐备 206号、209号 大殿机址的发掘 出土了大量的东魏北齐时期 建筑级别非常高的建筑构建 和宫廷的这个皇室的用具 这是我们的发掘现场 这是206号大殿 这个大殿南面有两个塌道 塌道前面就是什么呢 卵石所铺的这个涌道 就是大家看这个斜铺的砖 这个位置就是它的台阶位置 这是一个俯视图很长 纵横交错的 仔细地看的话 这些卵石路面分成一格一格 每一格里面都是一朵莲花的图案 就是制作得非常精致 另外在这个东魏北齐工程区 除了这种铺设了 非常奢侈的路面以外 还有大量的用汉白玉雕琢的 这种模拟宝珠纹的铺底石 莲花纹的铺底石 它是手工雕刻的一块块的砖 我们出土了大概十几块 这种类型的铺底石 这是其中最精美的一块 包括我们这个莲花纹的盐柱 这寸非常大 截至目前我们在长安和洛阳的 这个宫殿里面 都没有发现这么大规模的莲花柱 下面这一件 就是我们在建筑上叫锤带石 就是那个台阶两侧扶手一样的 这种锤带石呢 上面也金刻着这个佛教的图案 莲花忍冬的图案 我们看这个锤带石的侧面 这个台阶的硬横 就非常重要 一节台阶有多宽有多高 通过这个 我们就能复原这个大殿的台阶的长度 和这个大殿的高度 这边呢就是陶制的建筑材料 虽然是比较常见的一类建筑材料 但它的规质也非常高 首先东魏北齐 都是这种黑灰亚光质量非常好的 也非常细密 中间的莲花瓦当 在东魏北齐实际建筑材料里面 90%以上都是这种莲花瓦当 另外最右边这个所谓的尺尾 就是建筑物正极两侧翘起来的 正常的尺寸一般就是30到50厘米 像这一件就是一米多高 所以通过这个建筑物的制作方法 它的大小尺寸 我们就可以了解 东魏北齐时期这批皇室的建筑的规质 它的等级等等 就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建筑工艺的水平 总的来说吧 东魏北齐这个叶城 在建设规划上 卫书上面有记载 非常明确就是 上折宪章前代 下折摩写洛金 所谓叶南城宪章前代 就是参考了朝魏的叶北城 下折摩写洛金 就是模仿同时代的北魏洛阳城 我们说叶南城 它的城市结构 是继承了 从我们叶北城以来的 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就是所谓的单一工程制度 中轴对称制度 和按功能进行分区 被魏定洛阳城所继承 被北魏洛阳城所继承 并且发展下来 同时又接受北魏洛阳城 那种理防结构制度 进一步完善了 自己的城市规划和布局 我们所知道的隋唐朝阳城 就是以东魏北西建南城 和北魏陆阳城为原型创建出来的 而且我们知道隋唐长城 在整个东亚地区 甚至中下地区城市建设中 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隋唐以后大量的浅唐室 浅水室来中国 所以说从七世纪 中后期的藤原京开始 再到平成京 就是现在的奈良 再到平安京 就是现在日本的京都 以及朝鲜半岛上的新罗 它的王金等等 这些城市建设 都受到了隋唐长安城的 非常强烈的影响 同时我们往西部 如果大家去参观过新疆的 从礁河故城 高窗故城 甚至远到中西亚的 我们所说的 李白的诞生地 睡叶城 这些城市里面的建筑格局 都受到了唐代 长安城的理防制度的 强烈的影响 所以我们说 隋唐长安城是整个 特别是东亚地区 古代都城建设的一个范本 而隋唐长安城的 直接原型是哪里呢 就是东魏北齐的夜南城 和北魏的洛阳城 主行就是朝魏的夜北城 所以我们说 这个夜城 包括朝魏的夜北城 和我们东魏北齐的夜南城 是整个东亚地区 都城建设的 一块重要的里程碑 关于夜南城的情况 我就简单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我们刚才在何老师的讲述当中 对于整个夜城遗址 有了更多的了解 每一面城墙 每一条道路 勾取每一处建筑的遗址 其实也都在向我们悄悄地 述说着这里曾经有过的辉煌 对 那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 特别感兴趣的话题 想向老师来提问 老师好 通过刚才您和沈老师的讲述 我们看到了朝魏的夜北城 和东魏北齐的夜南城 有非常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什么关于夜城的发现吗 谢谢 夜城的考古呢 我们给它有很多个定位 但是都城规划的造势地 一直是我们夜城考古 最重要的决筑目标 也是我们在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 在中国汉塘考古学里面 最主要的收获之一 但除了这个城市规划建设方面的 我们近年来配合 外国城的考古工作 也发现了包括两座 东魏北齐时期的皇家寺院 还发现了上千件的 东魏北齐时期的佛教照相等等 一系列的与佛教相关的遗迹和遗物 这些发现也充分证实 夜城是我们中原北方地区 公元六世纪中期以来的 重要的佛教文化艺术的一个中心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在中古中国 我们说魏晋南北朝时期 佛教在中国已经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了 对 特别是我们说北魏 然后夜城的佛教和想藏山之后 开出是一脉相成的 我们现在所号称的 就是中国三大皇家石窟 那就是云港 龙门想藏山 也是北魏 皇室从定都平成的时候 开出了云港石窟 迁都洛阳的时候 开出了龙门石窟 然后东魏在迁都到夜城的时候 开出了想藏山石窟 所以就说 大的背景就是佛教高度发展 东魏北齐呢 又完全继承了北魏的 这个佛教的文化 各个方面 所以在这个六十级中期呢 就取代了洛阳 成为中原北方地区的这个佛教文化中期 我们说这个夜城的佛教 为什么在这个公元六十级中期 会突然下来就那么发达起来了 其实是有很深厚的历史渊源的 我们把夜城呢 现在是定位为 佛学洪传的一个中心地 夜城的佛教 实际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展起来 就是十六国 后照统治时期 佛教才在中原北方地区 大规模地推广开来 在那之前 佛教只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传播 之后 这个夜城 也历经了长期的战乱 所以佛教慢慢沉寂下去了 直到什么时间呢 公元534年 北魏灭亡以后 夜城的佛教再度薄行起来 我们知道北魏时期 无论是在平城还是在洛阳 佛教都是高度发达的 留给我们现在最著名的 世界文化遗产 就是云岗石窟和农盟石窟 而继承云岗和农盟石窟之后的 就是继承北魏平城作为都城 继承洛阳都城的 就是东魏北齐时期的夜城 所以说到了公元的六十级中期 夜城就取代了洛阳 一举成为整个中原北方地区的 非常重要的佛教文化艺术的中心 我们夜城考古队呢 在探寻外国城的过程中呢 发现了两座 东魏北齐时期的皇家寺院 赵鹏城北方佛寺的发现 是当年就是2002年的 传国十大考古发现 同时还在2012年发现了 这个北屋庄的佛教造像埋藏坑 这属于中国佛教考古学的 非常重要的发现 这个是赵鹏城佛寺的平面图 这个是赵鹏城佛寺塔基的发掘 现场的图 赵鹏城佛寺的这个发掘呢 我们从2002年开始 到2012年的1月7号结束 历时十年 在这个十年发掘过程中呢 我们先后发掘了赵鹏城佛寺的 中心的塔 周边的围豪 东南西南的院落 北面的殿堂遗址等等 就充分印证了一个客观事实 就是赵鹏城佛寺 他所代表的 就是中国古代佛寺 从北魏时期 以佛塔为中心的 丹院式的这个佛教诗院 向隋唐时期 以佛殿为核心的 多院落多佛殿的这个结构 这个演变的一个中间环节 从北魏到唐代诗院 建筑格局里面呢 它也是处于城上旗下的作用 核桃圆的这个北齐的佛寺 这个寺院呢 是我们在2012年 结束了这个赵鹏城佛寺的 发掘之后 在当年的十月份 发现了这座皇家寺院 比赵鹏城佛寺保存的还要好 同时也证明了 这座寺院也是一个 以佛塔为中心的 具有多院落布局结构的 一座皇家寺院 已经可以确认这座佛寺 就是北齐文宣帝高阳 在天保九年所修建的 这个大庄圆寺 我们通过这个赵鹏城佛寺 和核桃圆佛寺 平面的结构布局 和它们尺寸范围呢 可以推算出 东魏北齐时期 叶城南郭城区的 这些礼房的 道路的一些关系 可以说我们这几座佛教寺院 可以印证 夜南城的礼房结构的存在 后面呢 是我们关于这个 北无庄佛教造像坑的一些发现 北无庄的佛教造像埋藏坑 是2012年 就是我们1月7号 结束了赵鹏城佛寺的 考古发掘 1月10号就发现了 这一座埋藏坑 对这里进行了 紧急的抢救性发掘 大家看到上面有 五六米厚的这个流沙城 这是张河的流沙 这个埋藏坑的发掘 历时16天 总共出土了 我们编号的造像 是2895件跨 从数量上来说呢 可以说是这个 新中国城的以后 一次性考古发掘 出土数量最多的 经过我们这么 十几年的修复 目前可以基本确认 就这批造像呢 至少应该有一千件个体 从北魏 东魏 北齐 水 堂 跨越了这么多个时代 代表了半部 中国的佛教造像史 在中国佛教造像 最精美的就是 北魏和北齐造像 这个是埋藏坑 当时的这个现状 造像堆积是非常混乱的 所以我们给它定位 叫埋藏坑 同时有一些精品佛像 就是这件典型的 北齐信仰式的佛像 它的发肌 它的面容 它的肉肌等等 是受到印度基督王朝的影响 就是公年四到六世纪 印度基督王朝的那种样式 传入了中国本土 然后被北齐的皇室所接受 并推广开来的 不光是我们的佛教 艺术方面的造型 这个东西文化的交流 和我们南北民族 融合的很多文化因素 在这批造像里 都能反映出来 这件潭积造像是我们认为 在北无庄出土里面 最早的一件造像 公元的五世纪中后期 就是460年到500年之间 这个时期造像 它就融会了多种的文化因素 我们看它的祖宗 它这个祖宗 是古河北地区的传统 这种通奸加沙 哲取的一文 是典型的建陀罗佛像的特征 它侧面的这个菩萨形象 就是我们在河西地区 所看到的那种 受到西域文化影响的 那种菩萨的形象 这个佛的面容已经被毁了 但佛后面的头光 第一圈莲花瓣 第二圈一圈做佛 第三圈一圈飞天 第四圈是一圈供养天人 最外圈是一圈火焰 再看这件像背面 背面上部正中 就是弥勒菩萨兜率天宫说法图 这是新疆秋辞的石窟里面 最典型的图像 而它这个弥勒菩萨背后的建筑 我们叫单层的塔 它下面的结构 是中国传统的瓦笼 我们的瓦当 我们的梁柱 但在中国传统的土木结构 上面又加了个塔萨 那又是完全是印度的东西 所以说这个建筑 也是个中国的建筑和印度建筑的一个混合 而形成的一种建筑形式 底下的吹动各种乐器的这种祭乐 都是中亚的风格 而它的供养呢 就是造像的主人 就是相主弹妇 弹妇是什么呢 就是叶城当地的人 汉主人 但大家仔细看 它穿的什么服装呢 就是那种典型的胶龄窄袖 垂帘造帽 是显背装 所以我们说 就从这一件弹腹造像上 我们可以看出来 有印度的 有中亚建陀罗地区的 有中国新疆地区的 有我们河西地区的 有古河北地区的 有云港的风格 有显背人的文化因素 有汉的文化因素 所以说从这件造像上 就可以看出 我们在公元50世纪中后期 的东西文明的交流 南北的民族融合 各个方面的因素 主持力非常多 大家再看这件佛像 就是北魏孝文帝 全面实行汉化政策以后 出现新式的佛像 这种佛像服装 完全是中国传统的 士大夫的服装 所以我们就称之为 宝衣博戴秀骨倾像 这是佛教完全中国化以后 出现了新的佛像 和我们这种 箭头罗式的佛像 完全不一样 大家看这个 镂孔透雕的双菩提素 是作为背品的 它的主动是 北齐以后 新出现的佛像菩萨样式 然后就用中国传统的 龙塔 音墨等等 就凝聚成这种样式的造像 这种样式叶成首创 并且在北齐范围内 广泛流行的一种造像形式 我们称之为 龙树背刊的造像样式 而这件我们说说富博塔 又同时兼有中西 各个方面的文化因素 这个富博塔的祖宗 那个佛像 是北齐信仰式的佛像 而上面这个塔 富博塔也是印度式的 而它两边的柱子 和它其他的一些建筑装饰 又是中国东魏以来 传统的技术工艺所形成的 无论是这些佛教造像 还有我们所发掘的佛教寺院 再加上叶城周边的 享堂山石窟等等 就充分反映了什么呢 就是叶城已经成为 这个佛教中国化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 同时也是公元六十级以来 就是中国中原北方地区 最为重要的一个 佛教艺术文化中心 叶城也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佛学洪传的一个中心地 谢谢何老师 这段我相信大家感受到了 作为中国北方的佛教艺术 佛教文化中心 叶城创造的这种辉煌 看看大家有什么 想跟老师交流的 老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 看到刚才老师 给我们展示的那个 埋藏坑的照片 我特别想问一下老师您 为什么这些佛像 会破碎地出现在 这些埋藏坑当中呢 对 这是大家特别好奇的 是不是发生过历史上 像三五灭佛一样的 这种刻意地毁坏呢 对 这个肯定是跟 灭佛运动有关系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 发生过多次的灭佛运动 这批照相 首先它一定经历了 北州武力的灭佛 被打碎了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 各方面证据证明 到了隋代以后 这批像被重新修复 继续使用了 在这之后又经历一次 对 是的 随便修复以后 就在各个世界供奉使用 然后到了唐代 又发生了模式阵佛运动 我们现在不能 百分之百地证明 是唐五中灭佛 比如说跟安石之乱 或跟一些重大事件 有关系的情况下呢 这批像又被打破 然后草草地埋到 在这个坑里面 它是头在这 生了怎样的乱七八糟 明显是打碎了以后 根本就不敢信仰的情况下 就扔到一个坑里埋起来了 所以我们认为呢 我们把它定名为埋藏坑 认为它跟唐代 每次政治运动有关系 正是这样的埋藏 其实也蕴含了 丰富的文化信息 那个时代 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们再次感谢 何老师带来的精彩的讲述 请您稍事休息 谢谢 那同样呢 我们也继续地请出 沈丽华老师 掌声欢迎 很好 沈丽华 刚才何老师跟我们 讲到了这个佛造像艺术 但接下来其实还有一个 非常重要话题 既然是考古发掘 那当然不能不提墓葬了 尤其是作为这个六朝古都 有哪些重要的墓葬发现 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 首先我们请看一张图片 大家能看得出来这是什么吗 一个猛兽 是吧 有点像老虎 是老虎还是龙 是老虎 老虎啊 但是大家可以猜一下 就是这个东西是个啥 它是一幅画 但它又不是在纸张上面 它是什么呢 对了 这个形体很大 不道理的 形体非常的大 壁画是吧 对 有人说是壁画 对了 这边有点像仪仗图一样 对 没错 太有趣了 这些墓葬里的壁画 主要的表达的内容是什么 这个壁画的内容啊 因趋于而异 夜城这边 我们现在看到的 它就是仪仗人物 这些底下都是些官员 戴着这个穿着官服 戴着官帽 然后手持着不同的仪仗 而这个 咱们的左侧方 这个大大的是一个白虎 这种形象 其实从汉以来 大家都知道四神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跟四神有关系 一下勾起了我们的兴趣了 就是北朝这个时期 它是有着非常鲜明 和独特的艺术魅力的 对 所以接下来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沈老师 继续为我们讲述 黄泉下的美术 掌声 刚才从曹威叶城 到十六国叶城 到东魏北齐叶城 到佛教艺术 我们刚才讲的很多内容 都是跟当时古代的人 生前相关的 都是在城市里 或者在城市周边发生的 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人总会走向另外一个世界 生和死是人 始终绕不开的两个话题 除了这个叶城 在叶城的周围 实际上还形成了 广阔的陵墓区 1986年的时候 我的老师 朱岩石先生 和瓷建文猫所一起合作 去这个瓷建北朝墓群调查 在大概南北15公里 东西12公里的范围内 我们发现了 北朝墓葬 大概有123座 我们的考古队 在这个墓群调查的时候 就发现了一座大型的墓葬 它还有些封土 这个封土的直径 很超过百米 这一看就是规模很大 而这个墓葬 它因为这个取土 这个封土已经剩得很少了 而且封土的中间 出现一个大洞里面 因为长青的积水 还成了一个大水井样子 所以当地的村民 就把它当水井来使用 因为这个墓葬被倒扰 被积水 这个影响很大 但是我们在调查之后 发现它有些重要的 遗迹现象 所以我们决定进行发掘 这个发掘 是从1987年到1989年 整整做了三年的时间 最开始发掘墓室 后来发掘墓道 这座墓葬 非常的壮观 除了封土以外 还有地下的部分 地下的部分 有很长的斜坡的墓道 有泳道 有墓室 它的整个 从墓道的起点处 到墓室的终端 长度有52米 非常的壮观 而且这个墓葬 在整个南密朝时期 应该是规模最大的墓葬 从考古发现来讲的话 它的最重要的点 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在于这个壁画 整个的墓葬 在这个前面 有很长的一个墓道 这个墓道大概有37米长 在墓道的起始的地方 是两个神兽的形象 东边是青龙 西边是白虎 它引导了一个仪仗队 这个仪仗队非常的长 从前往后 如果进一个数量的统计 大概是53个人物 这53个人物 神态各异 最前面的 有点像这种导引的部队 他们拿着这个仪仗 而后面是拿着散盖这些的 就明显属于级别很高的 这个仪仗了 再往后到接近这个涌道的位置 还能看到 有点这个像一个建筑的乌檐 还有柱子 还有插着兵器 在汉代的文献里面叫蓝旗 跟仪仗相关的这个兵器架 两边基本完全对称的 两边合起来 P106人 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战队 都是冲向了木道的进口的这个方向 而且还很特别的是什么呢 绘画的这个器杖非常的高超 官员穿着这个红色的袍服 它的这个面部这个姿虚 非常的清晰 一根一根的 然后呢 它头上戴的是一个笼罐 就是里面是个帽子 外面是漆纱的 所以它把漆纱 这种透明的效果 它也完全给表现出来了 而像这样的画作 很有可能跟当时的这个宫廷画室相关 所以呢 总体而言 这个木道两臂的人物形态各异 特征鲜明 细节非常的生动 展示出了极为高超的 这个绘画艺术的水平 除了这个壁画以外 弯章木最大的特点 还有陶涌 出了各类水上饼 大概将近3000件 其中陶涌达到1800余件 这个是发掘时候的这个场景 左侧那是棺床 而在棺床的这个旁边 这个密密麻麻的 就是大大小小的这个陶涌 这些陶涌包括这个立涌 和这个坐涌 还有起涌 这个起涌属于比较高级别的这个涌 而在这个立涌里面 有两件巨大的涌 我们叫它门利涌 这件涌啊 它的高度达到了1米45 古人的身高没有 我们现在人高 这个1米45 接近于古人的 等高的这个情况 而这个也是 迄今发现最大的 这个被朝的陶涌 在弯章木 我们发现了两件 这样的陶涌 弯章木壁画面的 这个遗仗涌 它这个不仅是 这个数量众多 而且是形态各异 所以呢 总体而言 从木道的起点开始 它所表现的遗仗 和墓葬里的这些涌 它共同组成了 一个仪仗队 那它是一个 什么样级别的墓葬呢 根据我们综合 这个历年以来 所有的考古发现 我们认为 它应该是一座 地零级的墓葬 那既然是一座 地零级的墓葬 是哪位帝王的呢 综合就是对墓葬的形质 包括还有出土物的 这个考古学的 年代学的分析 我们推断呢 这座墓葬 很有可能是 北齐的文宣帝 高阳的五年龄 好 那我们先说到这里 谢谢张老师 谢谢您 那我们也再一次 有请出何老师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掌声欢迎 邀请两位老师 今天两位老师 给我们分享了 夜城考古的 一些重要的发现 我们也看到了 有宫殿的遗址 有佛寺的遗址 有精美的佛造像 另外还有就是 北朝的陵墓群 当然更重要的就是 通过这样艰辛的努力 让我们感受到了 近四百年六朝古都 我们的先民们 在这片大地上 创造的灿烂的文明 这些都是我们 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我想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整个这个夜城的考古 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 第一 分布的面积比较广 第二呢 它的朝代 更迭比较多 第三呢 它的遗迹的 留存的种类也比较多 甚至于不同的文化 相互之间 民族之间的交融 所以就给人感觉 它特别特别复杂 那么面对这样一个 复杂的局面 我们是怎么样来 一直坚持做起来 它整体的原则是什么呢 学术研究有很多 就是抽丝剥剪 剥开历史的迷雾 才能见到历史的真实 我们觉得在夜城 这四十年的工作 虽然有很多困难 但是呢 这个还是每年 每年得坚持 每年都有新的收获 经过这么几十年的工作呢 我们基本上现在就说 可以确认夜城是 我们建文学的发想地 我们都城规划的造势地 我们多元文化的碰撞地 和我们佛学洪川的中心地 这些都可以 从我们的考古学材料 得以正视 这也是我们工作 感到最欣慰的地方 这个定位呢 实际上我们要浓缩一句话 就是可以确认夜城是 这个中古中国 或者说三到六十级 这个东西文明交流 南北民族融合 多元文化碰撞的 一个历史天真地 它与我们现在当前所 弘扬的这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东西文明交流互建 是高度契合的 那沈老师 这是一种怎样的考古的理念 这如何尔所说 夜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 的地位价值太高了 太重要了 那这么重要的遗址 它又遭了很多的破坏 我们在地表很多东西都看不到 那怎么做这个工作 前面我们讲了 从点到线到面的一个工作 那实际上是具体的工作方式 对这么大个遗址做工作 我们一直在秉持一种 大遗址考古工作的理念 什么叫大夜城 遗址考古工作理念呢 刚才我们最开始的时候 从心自己往外一点点扩散 讲到了夜北城 夜南城 讲到了外国城 然后讲到陵墓区 说陵墓区之外 还有很多佛寺 通过在夜城的外围 而实际上都城 陵墓 石窟 这是组成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整体 它这么广大的一个区域 我们从夜城开始工作之前 就带了一个庞大的一个理念 在对它进行开展工作 能有现在这样的成果 或者能有现在这样的认识 可能也是带有这样长大的理念之下 一点点一点点地积累起来的 所以在图上就能够看到了 用现在流行的词来讲 就是一个大的文化矩阵 也是把这个四百年的 这样一个大的时空的概念 放在里面去了 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 在历史的长河当中 这样的一个灿烂的文明 为什么最终消亡了 这个实际上还是跟王朝的更迭有关 夜城从曹魏到北齐 持续了将近四百年 但是中间是断续的 他最后灭亡彻底地消失在历史 甚至消失在我们的认知里面 是在北朝的晚期 他至少经历了两次打击 第一次是北周灭北齐 宇文雍把这个夜城攻下来之后 他觉得这个北齐的王朝过于腐败 把这个城市里面的 所有的著名的同学三台给拆了 宫殿也拆了 我们现在看到背景里面这个遗址 就是光光的 如果我们不经过靠古发掘 什么也看不见 他不是说被火烧了 或者被其他的破坏 他是被拆毁的 第二次破坏是什么呢 是这个北周灭北齐之后 面临一个大将叫于尺炯 他来守这个夜城 结果他守了不久 很快就造反了 造反之后 这个时候杨坚就率领部队 派这个尾孝宽 把御师兄给消灭 杨坚发现这个城 只要有人占据他 就会造反 这很麻烦 所以这时候杨坚 做了一次更彻底的事情 就是把当时的治所 向州给南迁到安阳 同时把夜城的居民 也全部迁过去 而我们刚才提到的 在安阳那个发现 他实际上就正好印证了 这样的史实 四十年的考古的工作 非常的艰辛 但我想今天两位老师站在这里 其实也不是代表两位自己 除了团队之外 更重要的是一代又一代的考古人 所以我想我们也应该把掌声 送给两位老师 也送给一代又一代的 夜城考古的工作者们 谢谢他们坚信的努力 谢谢 来 我们起立 掌声感谢两位老师 三国故地 六朝古都 四百年繁华 消失在风雨当中 这就是夜城 虽然它始于乱世之际 但是呢 它在发展当中 却创造了一次又一次的辉煌 无论是从都城的规划 建筑的技术 丧葬礼仪 佛教艺术等等 不同时期的历史遗存 皆是了夜城 在社会生活方面 为我们展现的生动的图景 当然今天的节目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 这座城波澜壮阔的历史 也见证了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演进的历程 感谢各位收看 这一期的考古公开课 谢谢六位学员的到来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